歡迎回到這個勁家嘴巴友團的Kingdom Heart 開到第三部份了 第三部份想說什麼呢? 說完PS2上面1、2集的正章就說完它的障礙 我記得是 第一隻好像是Gameboy 雖然名字叫PS2 兩隻叫1和2 其實它1和2只是代表這隻Game畫面比較好看 它是出於PS2 實際上這個故事也很有關聯 剛才也說了 PS2的2 它的故事跟Kingdom Heart 1很難接 很大一個Gap位 很Gap的 但我弟弟那時候玩完 在他心目中 他自己就說是 屬於什麼 正統版 他覺得玩完1、2、3、1 故事就軟了 為什麼? 因為他打了最 他開了底牌 就是有那個組織出來 是的 2比較 2比較 收了那些伏線 但是 2裡面 那些伏線 他也沒有什麼交代過 他就在其他 NDS GBA 那些Game裡面 就是講回那些伏線 都很明顯 因為 Kingdom Heart 有一個很壞的傳統 就是他很喜歡玩隱藏Ending 每次隱藏Ending 都做到 這個不知道跟誰打 就很多謎題 那 那 Kingdom Heart 1的Ending 其他一個謎題 就是 有一個不知為什麼 好像 Sora的人 就拿著兩把 Keyblade 就跟Liko對戰 那他之後 他就知道 原來那個就是 Sora的分身 但是那個對戰 就是其中一集 他們的中轉 就是他們後來 是MDS出的 說回GBA的其中一集 這集叫 Changs of Memory 是否就是他們兩個 一集尾的Ending 之後 我覺得好像是 他一開始 好像是 已經 睡了在那個 白色的坊 那個位置 然後他就走出來 我記得是 他們兩個 自從天國一坊之後 睡覺 就 不知為什麼 就去了一個 城堡 那個叫 亡卻之城 一人睡一度 一人睡一度 Sora就睡 面那一層 然後 Niko又睡底那一層 就開始 一個上一個下 一個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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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頭是對著對方 不過公秀 公秀是會反過來的 對 總之 總之 自己去 什麼 自己去探望自己的 但是 反而說回玩法 我覺得這集 Gameboy 這集OK 反而覺得 反而是 算是幾圓 幾好玩的一集 因為我玩的時候 他類似 是 好像自己砌牌 我沒有記錯 他是不是可以砌 Colado 他可以砌到 古蘭特 還有砌 其他敵蛇人物 串連一套 每次出的時候 是很華麗的 連續的 比如你一按 最後一定是 古蘭特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他砌那個 就是現在的 PSP和NDS 系統 好一點 因為他可以用得上 迪士尼的 人物 獅子王 我記得一走出來 他就叫 一叫 對方的人 就會馬上暈倒 那一刻有迪士尼的特色 我很記得獅子王 一定是加了 整個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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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什麼 什麼 我本身喜歡獅子王 我會常常放他 在那套卡 他把他放出來 一按 他就馬上走出來 我覺得 這個玩法其實 好 但不知為什麼 後期 我覺得他後期的外傳 就少了這些特色 開始就 但是GBA 他比較像 什麼 正式 Kingdom Heart PS2 很想接近正章 風格 他 又是一個人 負責打 旁邊有些磅友 唐老鴨 應該都不是唐老鴨 我記得 沒有了 至少NDS那隻 不是 那隻已經沒有了 已經是自己出去打 還有 NDS那隻叫什麼 三八幾天 三五八 對 三五八日那個 不知為什麼 某間機店的名字 其實他告訴你 好像是玩三八 三六八 對 類似 三五八就是什麼 因為 就說 這個 分身 誕生 那一年 加入那個 做一 那一年 為什麼 有六日 誕生出來 那六日 就是 你是 Kingdom Heart 2 的序章 發生了六日 所以 就 少了 那 那隻遊戲 你說那個系統 很好玩呢 其實他是等於 很小的 我沒有記住 他好像 有另一個 婦女 因為 為什麼 Kingdom Heart 2 一開始 Sora睡覺 要Roxas叫醒他 就是他每一次做完一個任務之後 他真的有些記憶就會忘記了 就是 其中一個婦女 叫 Namina Namina 就是有一種 什麼技能呢 就是可以 不停地侵蝕 他的記憶 那 這集 打完之後 那 Sora就會沒有了所有記憶 那 就要 通過一個長時間的睡眠 去 回復 然後 就自圓其說 接到第二集 那裡 就是他要用這個 補完所有事情 那 Namina 其實就是 凱莉的幾個婦身 就是 麻糬匪 其實你每次當他出一個女角 或者出一個新的男角 你其實很容易理解他 永遠是一個 一個女 一個表 一個女 最後 其實是同一個人 他就 無止境地拆那些人出來 所以 為什麼 你這個弟弟會覺得 KH2 是 整個 完完呢 就是因為那些婦身 一旦被人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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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很合理 他覺得所有外傳都是九尾逐雕 就是選擇武士 找事來搞 其實真的不是 他有些少許 是要補完正傳的故事 他不想你經常問他 因為你一和二的團層太大 你中間除了一些玩法很相似之外 那個故事 接那裡是有很明顯的空間 所以你會看遊戲 永遠跟你說 又有謎題解開 那些 所以我只是玩KH1和2 我只是玩KH1和2 但是中間的東西 我一定要 我又不想玩其他 不是PS2的遊戲 我唯有看故事 但是我又玩不完NDS的遊戲 因為他玩了差不多 他有很多東西 已經是重複製作 而且我沒有什麼敵蛇人物 其實他已經是 變成了十三泰寶自己搞事 這個遊戲 會玩KH2一開始的那個 Roxus 就是Roxus 怎樣在十三泰寶那裡 還有他有一個朋友 比較好朋友 紅色頭髮 拿著兩個風火輪 怎樣特別和他好朋友 再加多一個 加多一條女 加多一條女 永遠 這條女都是在旁邊附她們 還有我最不喜歡的一件事 就是他們很喜歡 在一起在屋頂上 含著綠雪條在損 每次完結任務 一三年都在損雪條 我看過很多人說喜歡這些 即是有那種青春歲月 那種很順便的情感 其實很有意思 因為他們那個組織 越搞越嚴重 但是他們吃雪條的傳統 依然保持著 第一次吃雪條和第二次吃雪條 就是他們358天 那些心態變化會很棒 所以很有意思 這個也是Tingham Heart的 Tingham Heart 為什麼這麼受歡迎 他很大原因 就是他有很濃濃的悲劇感 真的 第一集 第一集就玩天國一方 這集就開始慢慢 組織變質 然後Roxus 就開始知道很多東西要走 所以都很狗結很吸引 我想問一下 剛剛說了這兩集的外傳 其實他們的GameTime如何 我講了這麼久 我只是想說 其實不應該當外傳是海外 OK GameTime GameTime 我不知道 這兩集的 都OK的 其實以手提機來說 我覺得OK的 因為OK的 其實 就是玩得很久 我一直玩 都覺得玩了差不多一個星期 都要 尤其那時候 玩得很興奮 玩完 我重新 因為他好像又用了另外一個 叫什麼 叫什麼 他用了 所以 其實等同玩多一次 其實 OK的 但 NDS這隻 我反而不用玩 因為沒有迪士尼人物 他全部是十三太武 真的很喜歡迪士尼那些 所以 但PSP 他又壞 他說完最後那隻 PSP 外傳 他又玩了一點 那隻叫前傳 那隻叫前傳 我當他有 他也是 有故事的 最早發生的 又是 好像 這些 他 Kingdom Heart 1 就 那些隱藏結局 spawn了那些 其他Game 那這個就是 Kingdom Heart 2 去spawn出來的 那些隱藏結局 spawn出來的 就說 三個 不知哪裏來的 鑰匙兼持有者 然後 三個 遺埋之後 看見另外 有兩個人 走過來 一個老爺 一個年輕人 那段影片就完了 大家 都 看完之後 覺得 什麼事情都應該結束 你還搞 結果他又搞了前傳 我記得 他沒有記錯 那個 主角 他 最後那隻 是 Sora 黑色 黑色那個 是 黑色那個 是他的自己 因為 這個 前傳 前傳 但他的樣子 是 他的樣子 是 KH BBS Birth by Sleep 他就是 KH1的劇情 發生 前十年 他就 說回 剛剛說的 隱藏ending 三個人的故事 分了三節 大家玩完一節 玩完一節 一個劍人 那個人就爆了機 然後再玩第二個 這集 很壞的 他又沒有什麼繼承 你不會說 玩完一個爆了機 之後 那些東西可以繼承到第二個 總之你 隨兩地爆了三個角色 因為其實他真的是 三個角色 是有自己在那個世界發生的故事 是三個互相追逐的 你要了解整個故事 其實另一件事就是 他三個不同的level 因為那個 那個 那個女生比較 用魔法 他的攻擊力比較弱 但是 他偏偏又不是 之前那兩個主角打的boss 他是為他而 量身訂做 專門魔法 所以你要儲 某程度上 你要儲一定程度的level 你才可以打得到 還有 如果不繼承 我明白他為什麼 因為他的招 是特定某個角色才會有 對 沒有什麼意思 但是 起碼都要繼承一下道具 對 他什麼都沒有 總之他當你有了 每一個角色都要儲 過 但我打下去也覺得 都幾錯 起碼沒有 剛才華叔說的 那樣 就是視點的問題 他這隻 因為手錄機 我常常覺得他 因為 PSP是 數比九的位置 他有些東西是 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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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對他有少許微言 因為又是迪士尼人物 我覺得他用了少許 技量 去 什麼技量 他變成了某些迪士尼人物 他就變成了一種附加能力 例如你用了瑞公主 其實以前 他是不是都會有一個人走出來幫你搜尋 走出來 但他這次就沒有 他就很流行說 你拿了瑞公主這個人 即是好像召喚術一樣 他沒有的 他只不過當作是一個加強的 噢 即是 他有一個Logo的樣子 是瑞公主的樣子 但他有特定 即是落黑人的那些能力 是呀 他有三招 他自己玩的 那你出的時候 他就出回瑞公主的特定 譬如瑞公主的令到周圍的人都睡覺 噢 他就叫做已經用了迪士尼人物 好可怕 是呀 但他有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PS2 那時候 他本身有個模組 譬如大力士 或者小飛俠 那些 他用了很多 那一刻就會有一起戰鬥 他有一招合體技 就是呢 走完的時候 他可以讓你選擇 用那招合體技 但是呢 當你完了之後 他又要用那招合體技 小飛俠的就是令他懂得飛 即是你用他的特定能力 他用這些位置 就叫做同迫士尼 確實怪 但他的故事 會不會都要去那些世界呢 要 是的 但是呢 他用得很少 他每一排 基本上就是 開頭 你剛剛進去 打一場小戰鬥 接著 接了任務 然後去一個大小的場景 打一堆 平鋪直到一條路 可能往後的版本就會複雜 即是他很懶得要 fine tone做手提機的遊戲 所以要玩一些接任務 類似 其實他很簡單 你完成了迪士尼 譬如你完成了 小飛俠 完肥之後 你去白雪公主 然後白雪公主 其實沒有東西玩 每個世界一個星球 只不過是打一條龍 你進去 你氣一會就已經打了 最氣是瑞公主那一節 我當初沒有去特別看他的標題 我就想 為什麼這麼久沒有迪士尼人物 然後有個王子 好像有點熟面 但是又不太認得 因為他比較古風 不是啊 他直接開頭 瑞公主沒有出過場 總之 但是我認得那個女巫和火龍 要救瑞公主 其實他有有趣的主角 因為他們是前後腳道 所以可以打不同波子 他波子好像是特定的 但是有些位置 你幫你那個人就有一點不同 我記得鐵歐船長 就是幫那個主角的 嘩 哪個主角才可以的 不是他那個 我記得叫做Grosa 不是他那個 我記得叫做Grosa 男還是女 男還是金髮那個 小孩子那個 小孩子那個 不是他幫那個年輕人 高大那個 高大那個 Tera 小貝反而會幫 矮那個 他有一點點分 很少的 因為Tera那個 後來會變壞 是做一做做 又入魔 又是 他那個人的樣子 是後來那個BOSS 正義一點的樣子 還沒有入魔之前 我選擇用AQUA 那個女生 其實你應該是每個人都要用 沒夠時間 太多遊戲 玩了 是啊 其實那時候我也是因為 因為 Kingdom Heart 所以我就 真的很快速到玩 因為我看遊戲書說 其實你玩爆三個之後 他會突然間會出一個 但是他不是出一個畫面 他叫你重新玩多一次 任何一個人物 這樣他就會加了一個 BOSS給你 但是你記得 你從頭玩過一次 他不繼承任何東西 就是你要把你之前玩得很辛苦的 那些東西 升級了那些技 那你從頭要做同一 一模一樣的動作 你就會很自然放棄的 但是他這次挺有趣 其中我用AQUA去 這個奧倫帕克那邊 然後打到尾 完了 最後Zep跑出來 想Date我 Date你 我很高興 Date的角色 Date的角色 這個反而就沒那麼苦 有這些互動玩一下 因為Zep 就沒得跟Colado在一起 不過後來Colado都會走 走去那個鬥技場 那機是另一個 接著他最近版 又再出了一隻NDS 什麼手機版 講下去 反而這隻我反而覺得 他真的不算很有誠意 因為他只不過是把 PS第一集裡面的東西 他加了一些故事 我想應該輪不到很多主題的東西 其實他是一模一樣的 又是開頭遇到那個島 遇到某些東西 只不過中間多一些電腦病毒 你把電腦器清除了之後 就打回同一個大島 這個我覺得 其實是不是真的為了 就手機版 而把故事弄成浪費版 純粹是 給手機的人很簡單 玩一次的故事 但是他沒有想過 最後不知道為什麼 又落了NDS 因為手機使用 你吸到的人有限 那他肯定又加回一些 不要浪費 他把這些東西放在手機 會問題不大 其實是環保遊戲 如果真的當是普通遊戲 就覺得他很興奮 所以我覺得這集 我自己就完全玩了兩張左右 都停了 因為加了那一集 有很多遊戲等著拍攝 他是不是又是同伴 是陀禄華和高飛狗 是啊 那兩隻東西永遠都是 你有你兩隻 我有個朋友 他跟華叔你一樣 算是Kingdom Heart的打開粉絲 但是他玩到後面 就是越玩 覺得上一層就越來越傾 那樣的感覺 他頂不順 他寧願走回去 繼續養這個小青靈 我是頂不順他的腐味 因為 他實在太過糾結了 不同人有不同頂不順的地方 是啊 怎樣說呢 FF的粉絲 很多都會玩Kingdom Heart 但是未必會成為粉絲 但是Kingdom Heart 大部分粉絲都會好玩 FFF的 因為Kingdom Heart 始終他是有另一層脫 當然迪士尼會吸引某個部分人 但是更多人會給他一些負的東西吸引 幸好我不是那一塊 你是迪士尼那一塊 我是迪士尼那一塊 大致上遊戲討論到差不多 其實我們可不可以順便討論一下 當初大家Square和迪士尼合作呢 現在是不是看到Square自己的野心出來呢 我覺得開始有少許想撕掉 其實他都出光了 應該 他連後轉都remake了 他還有甚麼玩 應該還有超人特工隊未出 不是啊 那個故事應該很難再被他摺到 如果你是原裝Square的故事 就應該沒有再摺到 我不知道BBS的Final Mix 他應該遲些出 他不知道爆了甚麼隱藏end出來 九尾族丟 但是Square、Liku和Kaiiri 這個海陸空組合 應該沒有東西再玩 我不看他有東西再玩 不是啊 合體的宇宙大地 即是他未出PSP這集前轉之前 大家都沒有猜到會有甚麼 又不是啊 剛才不是說了 就是他Kingdom Heart 2爆了隱藏end出來 爆了隱藏end出來 即是他這個世界可以繼續任他的樓 所以現在就看這個 PSP版的Final Mix 會不會又爆了隱藏end出來 因為當時的遊戲書說 Square幾隻名作 Kingdom Heart 根本就是 已經是其中一隻賺大錢的名作 所以以他現在的作風 根本就一定是玩到他爛 玩到他臭的那些 現在不是臭的 對呀 差點是未完全腐爛的那一隻 始終啦 Kingdom Heart 它是一個大的故事 它不會像其他Square的RPG 這集跟另一集可以完全無關 其實很重要的 Kingdom Heart對Square來說 你90年代那些已經死剩的FF了 那你是只有2000年 Kingdom Heart這個系列走出來 也是的 沒有啦 他公司如果真的算出名的 真的沒有 如果不是他跟勇者特朗龍那間 他真的只剩下兩隻 他現在只有兩隻 現在勉強看誰叫三隻 Square Ocean就 始終是TriX 就不是很熟悉Square的 所以 Kingdom Heart 看看他怎樣爛下去 我就是看到他們 越來越少 迪士尼或者比較高 貴版權那些 你永遠省版權錢 我想你又不能叫做Kingdom Heart 迪士尼我又不會 我又不會 懷疑他 一些東西出來的 你迪士尼 你多少東西可以押下去才行 遲些可能 什麼 胡迪啊 那些人走出來 什麼什麼 奇兵系列 奇兵系列 就是 去海洋 你先見過鮮魚 你未見Animo Pixar那一堆有大把的 史迪仔也可以 上天下有很多不同的舞台 給他玩 反而我覺得 他如果是這樣 都是早早結束 這個故事 重新來一個新的故事 或許他 整個新鮮感會比較重 他就可以 可以再重新整個System 因為他這個已經有少少玩到不難 我覺得他在迪士尼飛腳 再跟其他不同的東西 再做一隻類似的 都還可以的 不過千萬不要 Captum最流行做這一些 這個加拿 這個加拿 這個加拿太 我會馬上不玩 那邊太少 但你說可能 做個Marvel RVG 我差點說 不如跟香港自己交 那麼爆 Marvel近年有很多Q版 For Kids的系列 可能都有機會 變成這類型的遊戲 做Kingdom Heart的Marvel版 就是Spiderman 那些 可能中心是在紐約的 但是 又可以Spawn很多不同的世界 有很多負美的 Woo Green 本身 都算 這個 我守不住 這個位 你找野村折也 這個人 但是 遇到遊戲 一定很負 這個 FF13 市場到向 這些 不關市場到向 是 只要有野村折也 這個人 難免有這些 所以 所以 接下來的FF13 你都會 看得出 應該都是負到抽筋 因為 又是野村折也 那 玩完明年 這個 BBS的Final Mix 之後 看看他還會不會有 看他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 出來 那麼 分享就到這裡 這樣 怎樣 不知道下一集說什麼 下一集說什麼 不知道 不過 五月說忍不住 想說一下射東西 那些 射什麼 不知道 等他公佈 射什麼 快點 什麼 說飛機遊戲 說一下 所有的 打那些飛機遊戲 打那些 不知道你忍得辛苦 對 對 對 其實在想一下 因為飛機遊戲 又沒有一個故事說 很難去說 其實飛機遊戲 有一樣東西都說到 就是 那個子彈鋪滿的畫面 那個密度 其實都是這樣下去的 是 可以說一下的 說完 說完 那些 都可以試一下 喂 另外還有一樣東西 喂 是不是沒有人佔了 現在 雜體佔了 最後召集 最後召集 因為免得太遠 人家不接受 不知道怎麼辦 人多一想著 看看有沒有機會 再拿到漂亮的東西 如果沒有就大家各自訂 沒有就各自訂 如果大家有些漂亮的 不說出來 要不抑我們 我也沒辦法 另外 臨尾賣多一點廣告 大家永遠懷念的 ACP Post 就會這個 死灰復然 謝斯文文 死灰復然 就變成不定期的節目 好像Kingdom Heart 總之 香港有同仁活動 他們就會定期出現 大家密切留意 好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 在留言板就聊 拜拜 拜拜